第十四点 生活中鸡皮蒜苗的小事儿啊 在这种穷不一眼里啊 就非常的是个天大那么大事儿 比如说黄冶鸡 你说你在网友家里 白吃白喝白住白躁 你凭什么呀 你做那点家务 远远抵消不了你的水素费 它居然成为天大的问题 哎呦 天天跟缺姐这怼着干 就让她干那点家务 这他妈 你说你是干嘛呢 是吧 你这大老远的 你花着机票和签证 你过来 你不就是想满足 你的这个心理需要吗 因为你他妈 你心里有病吗 是吧 然后你自己他妈 你不仅心理问题没解决 你还给自己制造新的问题 新的心理问题 那缺姐就继续跟你过不去 你他妈 你恶心到缺姐了 缺姐就是要整理 他说你这不是给自己 找麻烦的吗 是吧 明明你他妈 你到网友家里 就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给网友增加 各种各样的劳动 各种各样的这个成本 那你就要支付你这个 这个东西 你不支付 你拒绝支付 那你就要得到惩罚 得到代价 这就很现实的问题 就明明就批一点的小事 如果你是 可是呢 在富人看来呢 是什么呢 物质基础已经很充裕了 就是空余闲的时间 做一点有趣的事啊 就篮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 本来缺姐想 就跟这个网友呢 就是说有说有效的 你做点家务 我们一起做家务 他不 他永远都把自己男的 他认为是 费力气的 推给你 甩给你 快快地往你怀里扔 就这样子让人不舒服 他给人缺姐带来的 这种心理不舒服 远远的多余 这点家务 带给她的这种 这种劳动 带给她的压力 那缺姐就让你 为你给缺姐带来的恶心 你要付出代价的 说句 所要明明就是朋友 都将互相做家务 互相做点什么的 就增进感情的 增进精神交流 大家非常愉快的 又得到新的这个体验了 非常愉快的体验 他所有的 他就要制造 给别人制造 不愉快的体验 那缺姐就给你制造 更多不愉快的体验 这不就是穷逼吗 这傻逼吗 纯傻逼 纯傻逼是什么呢 他不是说这个东西 就不要增加 给自己做家法 他永远都给自己 做这种负能量的家法 给自己制造新的难题 那缺姐就把他 搞破鞋的事 捅给他那个搞掉老公 我看你这么处理 因为你搞破鞋是把事钉钉 而且你搞了不是一次两次 你婚前那个 什么甜点逼 搜索机吧 然后你拿成个假月经 糊弄你 你这个高调 这个浓调 到底怎么糊弄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个可能你老公还可能不追究你 因为毕竟是婚前你的事 是吧 他妈你结婚后你敢干那种事 这个欧阳报还跟他说呢 这个什么古代女人要进猪笼的 你这个女权在古代就是要进猪笼的 真的蛮可笑 第十五点 当我们还很弱实 任何人质疑 我们都不需要去反驳 更不要劝别人改变他们的看法 这根本不现实 你想去做就去做 不用跟任何人交流 用结果说话 那缺姐就是 缺姐请这个 请人吃饭 其实这个人呢 就是很多 这个后来啊 很多这个人告诉她 就是这个人品性不怎么样 她糊弄别人 拿着钱不怎么办事 然后缺姐呢 本来呢 这个买单的时候 其实是缺姐就想什么 那让大家就说 面子上过得去 说面子好看 不要说你心事度重的去买单 就悄悄的让老公去买单 因为你老公也不懂中文嘛 结果这个缺姐的老公呢 她就怕说这个外语 一让她说外语 哎呦 她就马转了 她就装个自己很懂中文的样子 处在那坐在那不动 缺姐就很诧异是吧 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动一下 动个窝呢 缺姐就这种眉头看着 看着老公老公 她就不动 她就装傻 然后在对方的 缺姐请吃饭的这个人眼里 你看看 这就是你们 你们夫妻两个 就不想买单 然后这个人还想 那个装模作样 要买单一下 其实这个人 她是什么呢 是很抠门的 很吝啬的 其实他们那个地方的人 那是这样的 就是容易啊 就是 就是计较这个东西 其实缺姐说 我既然说要请你吃饭 肯定是我请你吃饭 是吧 不存在说 那个请不起 或者说舍不得的意思 然后缺姐就带着这种 对老公的不满去买单 然后这个人呢 她就认为缺姐是舍不得买单 她不断的说 哎呀那我以前 有很多人请我吃饭 我还不一定赏光 那什么呢 缺姐就觉得 这个人还没出息 是吧 你干嘛说这个话呢 哪怕是对方 就是请你吃饭 真的心里 她舍不得 你也不要当面说 这么当面也说 别人 你马上就觉得 你这个人没出息 是吧 就为占这点便宜 你是没吃过这顿饭吗 是怎么着 那缺姐就觉得 这人真这么没出息 心里对她就打折扣了 但是缺姐不跟她解释 因为她认为 她比缺姐的 出来乍到嘛 什么都不懂嘛 所以说缺姐也不跟她解释 说哎呀 请你吃饭是我们荣幸 缺姐就这么说一句 就不能跟她再解释 说我老公 是因为怕说这个外语 她心里有负担 她不肯去结账 然后缺姐是对老公不满意 跟她一解释 哎呦 她就觉得你好难你了 她就觉得 哎呦 你看你这生怕得罪我 那缺姐就没有这么 就跟她解释一下 让你他妈你误回去吧 而且缺姐就认为 这个人是比较没出息的 说设计实话 像她这种人混到这份上 还这么没出息 缺姐也是有点 不太敢置信的 第六 一定要避免成为没有价值的好人 虽然这种人呢 往往看起来很有人缘 所谓的人缘 不过是别人不想做的事 推给你做 别人产生情绪 垃圾时候 把它当成清晰的垃圾桶和树洞 这种看起来很受欢迎 其实上 实际上最卑微 那缺姐就是这样的 我帮你 都帮一点 你让我 没完没了的帮你 那我就不帮 包括 就是有一个 大妈 就是 也是 她找房子 让缺姐帮她找 那我都给你 就是真心诚意的 诚意的 真心诚意的 给你推出 出了很多房子 她妈你那个 你出那个逼钱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段 你还要买什么 这种什么 光线好的 楼层高的 那你就买不到 什么都要 可是你合适 他们一样 你就钱给到位 是吧 钱又给不到位 然后人家 本身这个楼层高 她那地段 楼层高的 基本上就没有 抛出来出售的 抛出来全是 第一楼层的 光线不好的 她还非要 就说我就要 这个地段了 那就买不到 那缺姐就给推了 那我顶多帮你一下 然后就让你自己 去碰壁去吧 去买去吧 确实还好心告诉他 我说你千万别买 那种 就是那种裸产权的 裸产权的呢 如果是老人没死 他迟迟的几十年不死 二三十年不死 我说二三十年 我说你们都要 在外面租房子 我说你们这个房贷 房贷已经背上了 我说你们还 在外面租房子 这房子你还住不进去 这不是简直 跟他们买那种 烂尾楼的 漆房一样的吗 缺姐好心告诉他 他老公也是这么说 说不能 就是这种麻烦事 而且呢 就是这种老人的房子 如果说呢 他还有这种 什么遗产分割 就是什么 没有这个手脚干净 不怎么干净的 没有分割干净的 然后你又跟他的后大 去扯皮 跟他的家人去扯皮 去打官司 那你就烦死了 缺姐就是 就是我知道的 我能帮你就帮你 但是让我 我无休止的帮你 我是不会帮你的 包括缺姐对这个澳大利 女王友也是 我一看他妈 你就傻了吧唧的是吧 大孩子 还在那边流着口水 傻了吧唧的 遗憾自己 没在上海买房子 你看现在上海房子 跌成什么样了 跌什么屎都不如 而且他们买房 只能说在松江这样的地区 地段买房子 他们都不可能说 在这个 徐慧啊 静安的买房 那只有徐慧和静安 这两个区 或者黄埔区 或者是南市区 就这四个区 连浦东的房子 你还要看什么地段的房子 都不是所有浦东区的 这个房子 都是这个 能够保价的 保值的 都是在叫 然后他还这么 还这么留着口水 我说都告诉他信息了 我说你看看 我确实把很多链接给他 我说你看看上海房子 跌成什么样了 我说如果你们 在上海买房子 你就买在封顶 买在了2020年 就买在最封顶 他们大约能拿出首付的 这个时间是2020年 而且还是第二套房子 第二套房子的首付 就更加多嘛 大约是50%吧 好像是 2020年 他都不一定买在写 对上海的这个房子 你说他这 还在这 跟确确这遗憾呢 确确给他看 他说那国内的房价 不不 关我屁事 他还就是 他就什么的 他拒绝跟他的认知 不匹配 就是说你推翻了 我的认知了 我就不拒绝 接受新的这个信息 信息可不永远 都是要推翻的 推翻你就有的信息 永远都要颠覆你的认知的呀 他不 他就拒绝接受 就拒绝就觉得傻嘛 如果这么有样 毕竟我干嘛 还这么拉着你呢 就拒绝说 我不想搭理你了 我不想和你说话 我说你让我敬几条 拒绝就已经 蓝里边没搭理他 那因为我觉得你傻嘛 跟你说话就是 我得是 你得让我获得 我这个 说话的这个快乐 他妈竟然你快乐了 你他妈你让我不快乐 我可不就不搭理你了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学到的新的信息 免费的传输给你呢 见他妈你还油眼不进 你还拒绝接受 那我就不搭理你了 所以说呢 你不要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老好人 包括黄尔街还想道道把战缺节 真那么可笑 去就看他演 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真可笑 这些是做人嘛 那就是这些智慧 生活的小智慧 你都要有嘛